真打算就这么搬出去了 不跟你爸再解释解释了 解释有什么用啊 他还不听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无家可贵 要不是看在你又失恋 又失去父爱的份上 我才不下来陪你呢 我可多事了 现在能给我人间温暖的 也只有我全世界最好的闺蜜 你了 这十年的感情呢 就是不死也得腿层皮 我是过来人 我懂 对了 你还记得你离婚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以后要开心热闹的生活 绝不一个人过三十岁的生日 就这你还记着呢 不是我记得 是许位 我都怀疑他拼命地修分回国 是不是为了给你过生日啊 我认识离个婚吧 我方琪拿得起 放得下 明天我就找一个 比他更好的陪我过生日 但要是明年还没有 你记得叫我 不要一个人过 这说你呢 你插什么话题你 我本来以为分手了 天都要塌了 但是你看太阳还是照样升起啊 而且今天天还不错 少装了啊 今天到现在没吃饭吧 我现在理解了 女人不能什么事情都勾在男人身上 我现在就想做一个 拼命努力的女强人 做女强人可以 但想不谈感情 那是不太可能啊 你看啊 你刚跟范芸汐脱钩 这边还有人等着上钩呢 谁啊 你以为我真的很闲啊 这个时候能下来陪你 那都是因为莫总给了我嫁 这种隔空撩妹的套路 是我 我也招架不住 莫冷面给你嫁 她怎么会啊 表面上冷酷无情 其实关心的嫁到好处 姐 爸妈知道我放弃MFA的事了 你赶紧回来吧 不然我就要被打死了 完了 许位也沦陷了 本来还以为她能帮我善后呢 现在自身难保了 我们两个一个退婚一个退学 我现在回去就是火上交友 你作为我爸妈最喜欢的朋友 帮个忙吧 我是做了什么孽 摊上你们两个 我求你了 要不然我真的就死定了 得 今晚你住我们家 我先去救许位狗命 晚上我给你带街巷回来 爱你